而东华富小陈林队这一次在全民运中获得优异成绩 而其中就有六个项目的优等以及一个项目的特优 表现相当的优秀 那么花莲市长魏佳贤 21号一早特别前往颁奖表扬 并表示未来将会协助花莲市公所 将民俗记忆推广到姐妹市彼此互作交流 本周是动华富小国际教育周的课程 师生们在活动中心通过影片认识各国民俗及饮食文化 同时办理扯林队表扬活动 动华富小陈林队这次在全民运中获得优异成绩 其中有六个项目的优等以及一个项目的特优 表现相当优秀 在花莲推动扯林民俗记忆的学校并不多 但是学校富小在推动的时候 我们就有两位老师亲自的投入 每天每天都训练 带着孩子传承这样的一个民俗记忆 所以这次在全国的比赛当中 我们才有这么好亮眼的成绩 我们成绩传回来 我们当然全校师生非常非常的高兴 也恭喜老师们在辛苦的指导之下 他们的努力有了成果 当然最重要的是后面的鼓励 市长亲自过来 这对我们就是一个最大的鼓舞 我们会持续把这个民俗记忆的活动 持续的推动下去 甚至于未来我们还有更多的民俗活动 我们都可以在学校里面开设 这样一个社团这样一个团队 让孩子有多元的选择 花莲市长维嘉贤 21号一兆也特别前往颁奖表扬 并向老师及同学们的友谊表现 给予高度肯定 那我们期免未来有更多的学校 也都能够在自己专长的项目里面 拿到全国的一个大赏 那再次要谢谢我们包校长 跟所有老师的用心 跟孩子跟家长的支持 让这些逐步要失传的民俗记忆 还有一些蛮特别的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体育移动 都能够持续的推展下去 那未来嘉贤也会持续的推广 在姐妹城市的一个交流 也希望有机会可以把这些民俗记忆 带到国外去 让我们非常国际的朋友们 能够非常惊艳 了解到我们国家 非常传统的民俗记忆 市长维嘉贤也提到 从幼儿园就开始学习扯铃的 大女儿魏子晨 虽然未能参加今年的全民运 不过在高千岁丁的欢迎酒会里 特地表演扯铃 获得满堂彩的掌声 他认为有些即将失传的民俗记忆 应该被保留下来 未来也会针对华联市公所 与国外姐妹室之间 有关民俗记忆的交流 提供协助 让国际的朋友认识 及体验台湾的文化 记者许丽琴 华联市报导